2025年的權益改惡了 一砍就砍了一大刀 重點是他LinePay也拿掉了 然後權支付跟權盈支付也都沒了 為什麼這次彈心他硬生要縮損 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市場上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彈心的這兩張卡片 雙狗卡他的權益正式公告了 2025年的權益就是改惡了 到底差在哪裡 趕快來看看這集節目 先來聊聊彈心阿狗狗卡 這張卡的新權益 是從2024年的12月1號 到2025年的5月31號的結帳區間 都是以下的新權益 8卡回饋最高從3.8%調降為3%回饋 一砍就砍了一大刀 重點是他LinePay也拿掉了 然後權支付跟權盈支付也都沒了 但是他新增了接口支付 網購的部分有5大通路新增為7大通路 原本的5個通路沒有變之外 再新增了東森還有博克萊 這個3%回饋怎麼來呢 很簡單 就是有這個0.3%的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2.7%的加碼 而這個2.7%的加碼呢 由原本的1000點提升到1500點 所以回推呢 大概是可以刷個55555元 你都可以拿到這個3%的回饋 再來呢 聊聊台信Flygo卡 這張卡的權益呢 一樣是從2024年的12月1號 到2025年的5月31號的結帳區間 那他的5%回饋沒有改惡 但重點是他把很多通路給砍掉了 比如說什麼中油之音還有高鐵 這個是大家網路上哀嚎一片的 這個最重要的兩個通路 那有一些旅行社的部分他也把它取消掉了 比如說易遊網 然後還有熊獅旅遊 然後還有可樂旅遊 其實都沒了 所以 我就覺得這個感覺上比較難用一點 不過好理加在喔 如果你喜歡是海外實體刷卡 或是線上刷卡的話 這張卡片還是有3%的 台信Point點數回饋無上限 那當然 你如果去歐盟實體通路的話 這張卡片也還是有的 所以這張卡片 我覺得還是可以拿出來用 台信一公佈這個消息 我馬上就在我的粉絲頁分享 沒有想到呢 卻有五六百則留言湧入 大家都很好奇在問說 欸 到底這個高鐵要怎麼消費 才能夠拿到回饋 然後還有中油之音 到底要怎麼刷才有回饋喔 我們這邊呢就簡單幫大家做個整理 如果你想要在高鐵消費 有拿到回饋的話呢 其實你有幾個選擇 比如說 台信的這張太陽玫瑰卡 它本身呢 在天天刷的部分 就有把台鐵高鐵 然後還有中油之音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所以你可以拿這張卡片來刷 就是3.8%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這是一個選擇 如果你想要再拿到高一點的回饋 我建議你使用永豐Sport卡 永豐Sport卡呢 它的活動期間是 2024年的7月1號到12月31號 明年的權益呢 現在有點早 所以還沒有公告 但是我覺得呢 它這幾年其實都是不斷的往後延續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繼續的使用它 我覺得還不錯 那麼你在中油怎麼用呢 你很簡單 把它綁定在你的手機上的Apple Pay 那麼你在中油直音站呢 這個自助加油的地方 還有就是這個人工加油的部分呢 都可以直接使用Apple Pay來做支付 那麼每個月5千塊以內 都可以拿到7%的封點 然後等於是 它的7%封點 100抵100元 就100封點抵100刷卡金 然後可以整理4-4月的帳單 所以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這個 現金回饋來使用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也有粉絲在問 如果我一個月在中油要刷1-2萬 那到底用什麼卡片比較好呢 這張卡片我就很推薦了 這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玉山UniCar 玉山UniCar呢 你只要綁定在LiPay 或者綁定在接口 你只要換成Option 那麼你每個月5.7萬元以內的消費 都可以拿到玉山救護4.5% 玉山新戶5%回饋的這個 這麼高的級距 我個人覺得這個回饋其實算是蠻高的 也比現行的 阿哥哥卡的3.8%還要高 所以我建議你呢 有機會呢 就趕快換這張卡片來使用 它的確是真的還不錯 也有很多人在問 我最常使用的就是 阿哥哥卡搭配LiPay有3.8% 那每個月可以讓我刷個2.8萬 我也爽 那現在都沒了怎麼辦 我個人建議你呢 還是使用這張卡片 玉山UniCar 雖然說它的活動期間是8月12號到12月31號 但是新卡上市 怎麼可能隔年馬上就改2了 所以至少可以讓你用1年 所以你現在辦有優惠 而且明年還可以繼續用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目前比較好的選擇 那它的優惠怎麼用呢 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張卡片呢 把它綁定在LiPay或是接口裡面 那麼你不論是選這個簡單選 任意選或者是Option 任意選的部分呢 其實你就是一定要選至少8個通路裡面 有兩個是要有LiPay或接口 那麼綁定之後呢 你只要在中油直椅 或者是你在買高鐵的時候 可以去使用行動支付來做結帳 那麼你就吃了到這個回饋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也算是變相的好用的卡片 那它的上限一樣 就是如果你是Option的話呢 扣99.0的玉山E點成為Option 那麼你每個月5.7萬以內的消費呢 都可以拿到4.5到5%的回饋 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如果實際算下來的話呢 玉山99.1的升級的這個成本 大概就是0.2%的刷卡回饋左右 所以你扣一扣呢 大概至少還有4.3%到4.8%的回饋 所以其實也是比現行的 GoGo卡還要再高1%左右 如果你覺得玉山UNICA真的很難用 我再推薦你一張 這張呢就是永豐的大衛卡 你只要是永豐新戶申請 合卡下來的12個月以內 通通都是有LiPay 3%回饋無上限 海內外都一樣 所以這張卡片呢 也很適合就是想要無腦刷 無上限的人來使用 至少這張卡片是3%點數回饋無上限 也比台新的這張3%點數有上限還要好 很多人都在問說 為什麼這次台新他硬生要縮碎 之前不是做得好好的嗎 為什麼沒半年就改一次 有幾種說法啦 有一種就是說 他騙你消費者不知道嘛 因為你不會常常去更新信用卡資訊 所以呢 新的權益一開始 欸 你沒有注意到 你刷的回饋都是只有0.3 或者回饋變比較差 對 這就是他們想要省錢的目的嘛 那另外一個呢 比較有可能是 台新金控把星光金控買下來之後 他其實沒有什麼錢了 所以呢 他就要能省則省 這個信用卡通路重複的地方 就全部把它併一併 比如說這個Flygo卡裡面本身有5%通路的 比如說中油直引 然後還有高鐵 他就是直接放到台新太陽玫瑰卡 讓你用就好了 不給你5% 給你3.8% 其實這樣子也OK啦 所以呢 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省錢啦 那有沒有可能逆勢加碼回來 這個當然是有可能 但是機率比較低啦 其實台新也不斷在租借成本 中信也是 國泰式玩也是 他們很多的玩法就是 把所有的權益呢 都放在一張權益切換的神卡 那你只要用那張卡片 你就可以拿到回饋 他們其實就是這樣玩 用這種方式來節省成本啦 御傘銀行也是喔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現在哪一張卡片有優惠 你就先上車 先用這張卡片 等到他的權益縮水了 你再換一張就好啦 以我的觀察喔 御傘這張UniCar 它仍是目前油水最豐富的一張卡片 畢竟新卡上市就是人人 辦一張卡片就撒你 2213POINT點數 這2213POINT點數 你還可以拿來換里程耶 對不對 免費送你就是 兩三百里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不錯的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張卡片呢 你的確是可以先辦下來 刷個999 拿個2213點 那你這213點 如果不拿來做這個權益升級 你把它拿來兌換里程 也是很不錯的 因為這張卡片呢 在10月1號就正式公告說 他們有提供里程兌換的部分 那相關的這個資訊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旁邊的這個資訊欄 或者是 我們下面有這個更完整的文字解說 你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用卡就是這樣子 就是聰明用卡 聰明消費 然後你就可以用最少的成本 然後去賺到最多的里程數 拿來換商務艙 金票飛出國 帶爸媽出國玩 也是很爽啊 對不對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就是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給身邊的親友 如果他們身邊剛好也有 GoGo卡 或是FlyGo卡的 也趕快去注意一下這一集的內容 因為呢他們的權益 在12月1號開始就會改惡了 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